Previous进程用的是ZCPU 它的内层的单元是Active MM 内层单元跟我们这次讨论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要去调一下goodness 求出一个值复制给C 等会回来再看670行 先看一下goodness怎么操作 它这定义了一个weight 定义了weight的一个变量 一开始weight的值是等于-1 强势性负责成1 负责成-1 判断当前这个进程 它的policy是不是也有 也有的意思就是 这个进程它说它告诉超级总 我不要调度 你不要把CPU分配给我 这是它的意图 那既然它不要调度 那我就不用做了 我就直接跳出了 那个时候weight的值 那个时候weight的值等于-1 跳出是go to out 不是不是返回啊 go to out out在哪里 out在这里 out在这里 就returnweight 那时候weight等于-1嘛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meut的值是-1 返回了 走了 那如果它自己要调度的 不是也有的 那它怎么调度啊 再看 如果要调度的 那就要做下面了 说看一下 它的调度的策略 是不是other 所谓的other就是 非实施进程 用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那个 lound-robin流程 瞧 把PCB里边的count的值 把count的值调出来 在这里起作用了 把count的值去调出来 作为weight 作为优先权 作为优先权 如果weight值等于0 如果weight值等于0 那么就gout of auto 也就是带0返回 意思PCB现在 它已经不需要 不需要调度了 不需要调度 预先权这个0 其实有不同的意义了 所以不能把这个0 和别的什么数据 比较去的 它等于0 它也是一种异常的返回 好 如果不是0 如果不是0 下面再做判断 MM是进程里边 管理内存的空间的数据结构 属于MM指针来表示的 MM等于6MM 意思就是 我现在这个CPU 就正在用这一块 存储管理数据结构 这两个吻合了 OK 没问题 然后是 P的MM等于0 P的MM等于0 就是我当前的管理结构 是不需要内容的 那这是 有一种合理的情形 就是它的ActiveMM 会有值 不是非0的 那么这个有值就代表着 当前这个进程 其实是不是 纯粹的进程 它叫Curnal Slide Linux里面叫Curnal Slide 有点模仿现成的意思 就是说它这个进程和别的进程 共享了内存空间 当MM等于0 ActiveMM非0的时候 ActiveMM会指向另外一个进程的MM 指向另外一个进程MM所指的位置 就是共享和别的进程共享内存空间 这是一种合理的情况 那它就认为你这个进程是共享 然后当前CPU恰好就是在用这一段内存空间 不对 说错了 它是一个或关系 或的关系 那就说的是 一种情况 是当前的CPU 正好在用这一块内存空间 这是一种情况 或者是说 当前这个进程和另外一个进程 在共享内存空间 两种情况 它都认为是我不用做内存的调度了 我们做上下门切换 上下门切换的时候 可以要切换寄存器 要切换堆栈 其中还有块 要切换内存管理空间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内存管理空间就不需要切换了 因此它倾向于 让下一个CPU 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选中的PCB是它 是wait 是wait所代表的那个进程 是它 那倾向于是它 所以它在这里wait上面 再加了一个1 那这样的话 当它这个进程优先级 和别的进程优先级 相同的情况下面 它会得到服务 所谓相同的情况 意思就是 它这个的counter值 和另外一个进程的counter值 一模一样的时候 这边的wait值 加了1会多一点 wait是来自于counter 但是这个时候它会加一个1 好 175行 看 nice起作用 wait的值 要加上nice的成分 20减nice 这个20减nice 也就限定了 你的nice的值不能超过20 如果你nice的值超过20 20减nice不就复数吗 复数被wait加上去以后 那不是wait越来越小了吗 你不是亏了吗 你在你在竞争竞争的时候 就竞争不到来 你不是亏了吗 所以在光这句话就证明了 你自己倾向性发表意见说 我希望把我的竞争优先提高 但是你的提高的范围是有限的 是0到20 0到20 只是这一层 好 这是表达你个人的意愿 表达用户个人的意愿的地方 wait也加上去了 这一句 184 184上这一句 如果是实时精神 那么他会 不但是把实时优先权给拿出来了 实时优先权拿出来了 而且要把 会把这个优先权加上1000 1000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一般来说counter的值 不会到1000这么大的数字 加上1000数字 他的优先级会远远的超过 普通进程 非实时进程的优先级 它是绝对的优势 所以说加上1000 意思就是我倾向于就交给他了 他是实时进程 所以交给他了 这样的意图在里面 好 七七八八的waiter调整完了以后 最后 最后返回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waiter之返回 好 这是整个waiter的过程 我们还是回到 回到开始调用goodness的地方 回到goodness的地方 在这儿 这已经过去了 这个刚才 不不不 这个还没过去 这个也没过去 刚才在 不对 这也没 这还没到 在这 刚才在这 刚才在这 就是当 当他判断是 现在的进程 就是一个 想要CPU执行的进程 在继续队里面去的 在继续队里面去的 那么我希望 我希望 首先让他去工作 那么首先去更新 go to still running 这里边 下面会 还是看一下 要不然 你可能 思路断掉 还是看一下 go to still running go to still running 在哪呢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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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回到这 他希望是 让这个previous的进程 继续执行的 那就算提的这个希望 他也不是强执行 要他继续执行 而是首先计算一下 这个previous进程的 优先级 经过变化以后的 经过wait以后的优先级 把这个优先级返回给 返回给C 然后呢 是Next等于previous 意思就是 我先把它选定了 后面就是队列里边 如果有优先级更高的 那就 那你就改就是了 我现在先把它选了 先录为主了 先录为主 Next先选完了 然后go to back 这又回去了 这个时候就回去了 go to back go to back 好 go to back完了以后 要真的要从这个队列里边 一个一个一个就是判断了 一个一个判断里面 他开始先来一句 list for each 把你搞到云里雾里 它不是一个函数 它也不是一个语句 它是一个红展开 它是红展开 这个红展开的意思呢 是 它红展开实现了 对就续队列里边的 为什么说是就续队列呢 因为它是参数 这里一个参数是run queue head 这是就续队列的投资证 在就续队列里边的 每一个node 它都要找一遍 找到一个node了 它要做下面的事情 没找到一个node 就要做下面的事情 而且做下面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temper的值 指向了那个node node不是PCB吗 指向了那个node的list head 也就是run queue所在的 叫run list run list 那个temper指向了PCB底下的 一个成员单元 成员单元叫run list run list是为就续队列 准备好next previous指针的地方 所以要弄懂这几句话 你要对内表结构要比较熟悉 内表结构比较熟悉才能弄得懂 它指向那个位置 那你如果总统的理解就是 temper指向了其中一个node的PCB 那正因为temper不是真的指向 这个PCB的头上位置 所以它用了一个list entry 去做个调整 list entry也是一个红 做个调整 调整完那个p 真的指向了那个PCB的头 p指向了那个头 为什么要做中间这样的一个 这么切换呢 有它的意图 有它的奥妙的编程思想在里面 还是比较高级的一个编程技巧 但你要理解它的话呢 可能要读了很多这样的代码以后 你才会知道它这么做的好处 我们先略开它 不管 我们就是说 list for each 意思就是对每一个node 要做如下的处理 要做如下这一段的处理 对每一个node做什么处理呢 p来了以后 它第一个事情就是can schedule 这个p能不能调度 能不能这个p进程 能不能调度给那个CPU去运行 那如果你准备了一个CPU 是一个特殊的CPU 它是个GPU 它没有什么计程器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操作 那可能这个进程就不能在那个CPU上面运行 所以就变成cannot schedule 那就要退出了 那就要退出了 如果是can schedule 那么它才schedule 要做的事情是 把这个进程的优先级拿出来 优先级不就counter值吗 counter值做一些调整吗 变成wait吗 wait返回了以后 返回给这里的wait goodness的wait是它的局 goodness的全部量 这个wait是schedule的局部量 是两变量 两对战空间里面的 不搞的 只是写法上面用了同一个字而已 拿过来的wait和我保存的c做比较 是刚刚拿过来的优先级高呢 还是原来保存的优先级高呢 如果是刚拿来的优先级高 那么我要做调整 所谓的调整就是c等于wait 就是next等于p 这不就是练标里面 做个做个比较的算法吗 从头到尾 每一个都去扫一下 扫描一下 扫描到一个 看一下它的优先值 优先级是不是高 如果是高的 那么我next的指振 调整一下 好 list of which这个循环 整个循环做完了 我就找到了 就是队内里边最高优先级的那个进程 那个进程的pcp 由next的指出 那个进程的优先级由c来表示 我已经完成了这些了 好 既然完成这些了 我现在再往下做 579行 579行 找出来的c如果是等于0 找出来的优先级如果是等于0 也就是说找出来的c的值 就是队内里边所有进程的c的值都等于0 才会有这种情形 如果有一个进程的c的值是大于0的 这个c就不会等于0了 现在一边少下来说所有的进程c都等于0 那意思就是 就是队内里边的进程 它的时间都已经到了 都需要重新设置count值 那这个时候的调度还不算数 还要去go to recalculate 再重新计算一下 recalculate 好 重新计算 在哪计算呢 recalculate 在658行 重新计算 这几个代码就是在做重新计算 那在注意 在recalculate下面又加了一个画框 就是增加了一个复合语句 c原里面有个复合语句的 复合语句的特点是 复合语句它自己可以定义绝部变量 也就是自己在对代上面可以定义它自己的局部变量 这个局部变量 schedule函数里面其他部分是访问不到的 其他的位置访问不到这些局部变量 他搞了这么一个东西 定买了一个p 指向task struct 然后lock操作 这些lock操作就是加索检索的 我都把它有意义把它获取掉了 核心的句子是663 for each task 那又是一种 又是另外一个红 另外一个红 是说的是对所有的 对所有的进程都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边的 这边的所有的进程不是 我看看 不是是刚才schedule函数里面的当前那个指针了 是它就续对立里面 所以我记得复合语句还不只是就续对立 是对所有的进程 不管你是等待状态 不管你是就续状态 不管是什么状态 要对所有的进程 我记得是这个 所有的进程都要来一遍 那P是指向 所有进程里面其中一个进程 都要来一遍做什么呢 要把它的count的值要调整一下 最后负值是Pcount 调整一下怎么调整呢 把当前的count的值又移一位 那就是除二 把当前的值除二 缩小一半 加上重新设置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了 根据nice的值 重新设置它的一个初值 counter的初值 也就是说 当前它有的count的值除二 如果原来是等于零的 就续对立里边的那些一个count值 已经等于零了 零除二当然还是零了 也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不是就续对立里边的那些进程 它的count值可能不是等于零 你除二 除二加上它的这份 加起来就变成更新 变成新的count 好 拿这个新的count go to repeat schedule go to repeat schedule repeat schedule在哪呢 在这 repeat schedule在这 看到有点像了吧 它又重新来扩了 如果你前面一轮算下来 c是等于零了 发现不对 把count值重新滞为以后 schedule函数 重新做一遍 就是next 设成idle的 c设成负一千 下面看一下 当前的进程是不是也是要执行的进程 如果是的话 先把它的直写更新了 然后再进入list for each 求出一个最终的c 再看c是不是等于零 那个时候往往就不是等于零了 因为如果是 那个时候如果还等于零 那就表示就续进程的所有的优先权都等于零的 这不可能 你既然就去进程 既然要cpu 要让cpu要给你执行的 那你的就先权肯定不是等于零 肯定不会等于零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 c就已经不等于零了 就不会再go to next schedule了 那不会go to next schedule 下面做什么呢 c选出来了 next选出来了 好 把next复制给这个数据结构 这数据结构是保存了说 这个cpu当前在为哪一个进程服务 当然是接下来他要为next进程服务了 这个cpu是要为next进程服务了 就制成这样子 这两行 它红定义里面if define已经写了 它的意图就是 next进程的pcb里面 有一个单元叫this cpu 意思就是我这个进程是在用这个cpu在制写 this cpu hand cpu 我这个进程是有cpu在执行 有cpu在为我执行 这个单元是设成腰了 虽然他现在没有真正的开始 但他已经开始在设了 就好像我刚才说了 刚才说一个进程想要去睡觉了 先发个信息说 我去睡了 然后我跑走到床前 然后我上床 然后再躺下 躺下才是睡 现在也一样的 进程 进程虽然没有真正得到cpu去执行 但他现场已经开始在布置了 has cpu等于1 然后说用哪个cpu呢 用的是this cpu 这两句话已经布置进去了 布置进去了 再接下来 593 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在做判断 previous如果等于next 意思就是你选中的那个进程 就是刚才放弃cpu的那个进程 那么我就不要做上下门切换 那么我就直接跳到same process same process在哪里呢 跳过了所有上下门切换的动作 就是dispatch的那些动作 跳过了所有的动作 直接就到same cpu 再到这 这个same cpu 这句话 这句话后面 653这些东西 实际上是跟调度没有关系 等会我马上解释一下 现在不解释 就实际上是没有关系 那么就是你调度白做了 做了半天白做了 还是选到了自己 还是选到same cpu 白做没关系 调度程序毕竟执行了 这么几行指令而已 如果真要做上下门切换的话 要耗的时间就更大了 所以他这么一搞的 就上下门切换的时间 就不用耗了 same cpu就完了 那运气 运气往往没有那么好 previous不一定等于next 那如果不等的话 那怎么办呢 真的要做切换了 这句话还不是正切换 这句话是内部的一个计数值 操作系统自己内部的状态计数值 用了一个结构型的变量叫kstat kernel status kernel status要记录很多的数据 其中一个要记录context switch的次数 从开机以来到现在做了几次的三下门切换 他要做这样的记录所以这个值要加加 好 这个时候 调用了一个previous previous to switch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红 不对这是一个函 就管它管它是红次函数 反正如果你想要做别的什么事情的话 在那边可以做一个预准备 那我现在就当它一准备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就直接做三下门切换了 这一段下面 需要做的事情是做内层管理 内层管理单元的三下门切换 也就是MM指针所指的内容的切换 但是还有一点点例外的情况 还有一点例外的情况 他要他要做区分的对待 第一个例外情况 MM值如果是等于0 MM值 他这MM是指向下面一个进程的 下面一个进程的MM值等于0 意思就是他没有内层管理空间 没有内层管理空间 那有一种情况他是可以没有的 就是他要共享 共享别人的内层管理空间 他是可以不要的 那要共享的话呢 必须是activeMM有值的 如果这个时候activeMM还是没值的话 那就是错错 那就是bug 如果activeMM是有值的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 他把它制成out的MM 有值 而且把它弄成out的MM out的MM是previous 是previous 意思就是说 我的MM的 MM的层数管理机制的那些单元 用out的的 用previous的 使得那块的切换 我可以不做 这就是MM没值的情况 MM如果有值的 MM有值的 他也要看一下active 如果那个时候的active的值 跟MM值不一样的话 又是一个异常情况 如果是一样的 那就没什么事 那就是做真的做切换 swoosh从out的MM 切换到MM 要做这真的切换动作 这个635行这句话的执行代价是很高的 执行时间是很长的 那不管他查不查 反正反正执行完毕 反正内存管理的东西的就切换完毕了 切换好了 切换好了 next是除了内存管理之外的其他东西的切换 这个其他东西包括对战 包括寄存器 那对战那不就是两个对战指针吗 把previous进程的对战 切换到next进程的对战 那对战呢 也内科他有对战 用户他也有对战 两会对战分开的 这个很好办 还这里还说了是寄存器要切换 通用寄存器 previous通用寄存器 都保存到previousPCB里面了 nextPCB里面的一些原来保存的register值 拿出来写到通用寄存器上 拿出来写到通用寄存器上 这个拿出来写就包括了program counter 就包括了PC进程器的写 刚才说保存现场的时候 把PC进程的值保存到previousPCB里面 做保存动作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实施性的反应 现在是把next的PCB的值 nextPCB的值 next进程的PC进程器的值 拿出来写到PC进程器上 写进去的一刹那 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CPU下一条指令 是来自于PC进程器 写进去的一刹那 程序就不执行这里的东西了 你静态代码看起来是 schedule函数写在那里 这句话和下一句话 648行和649行是紧挨的了 甚至于switch2本来就是一个函数 函数体里面属于同一个switch2 switch2的函数体也是紧挨着的 静态看起来它是紧挨着的 但是动态上来讲 因为PC进程器值被更改了 实际上是不往下走 那到哪里去了呢 因为你新的PC值来自于next的 上一次保存的值 next的上次保存值是多少呢 那就要看next的上回 是怎么交出CPU的 next上次怎么交出CPU 怎么交出的呢 上回next调用了schedule函数 是next调用了switch2以后交出来的 好反正那个时候next就正式的启动了 schedule的工作到这里为止 正式的完成了 包括dispatch的工作也到这里为止 全部都完成了 完成了 但是这里的函数没结束 为什么没结束呢 因为你previous这次是交出CPU了 让他们去做去了 但是到了猴年马月之后 总归会回来的总归会让CPU分配给previous用的 用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从哪里开始执行呢 因为回来的时候PC的值就是指向这里的 所以回来的时候他就回到这里 previous进程下次回来的时候就回到这里 按照这里的写法就是回到下滑线下滑线schedule tail 回到那个地点 回到那个地点就进程调度前和调度后就接起来了 还有一点请你注意这个地点是内核 这个地点不是用户态的程序 所以当进程切换交换完了以后 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中心执行的时候 他一定是从内核态开始的 不是直接挑到用户态的 这个细节在操作系统原理里面肯定不会考虑到 但是你要设计操作系统的时候 这个细节必须考虑到 我这几条代码我就深得很深了 已经跳开了原理的学习 已经跳开了分析代码 已经跳开了某些设计 直接升到你自己真要去写程序的时候 写调度程序的时候 要实现操作系统 现在操作系统的时候 必须要遵守的 要规则 好 他回来回到这里 那回来嘛 要做什么事情呢 凋度相关的事情他不用做了 反正他拿到CPU了 然后跟凋度没相关的东西他要做 他回来了 他在那儿 他那儿在救急队里面睡了很长时间 睡完了睡醒了回来了 他要看一下 这个单元 需不需要重新调度 如果回来的时候说 是操作系统指令他说要重新调度的 那他不得不go to reschedule back 要回到这个schedule函数的前面去了 要重新调度 如果他说不用重新调度 那么下 那就做return 这个return 是schedule函数的return 所以这个schedule函数除了完成 挑选进程的动作 除了完成 dispatch的动作 还额外做了一个事情 使接应回来的进程 接应回来 重新获得CPU回来的进程 也在这里接应了 那这个return 就会飞到 通过这个return以后 就飞到内核里边的某一个地方了 那就什么地方呢 就调用schedule函数的地方 那很多 几十个 有几十个地方 他就反回 反正他在内核里边 内核 在内核态里面 反回 这个反回结束 整个函数 才算是全部结束 我分析schedule 分析schedule还没完 还没完 我说过了 还要给你 还要给你加码 这个函数结束了 这个是早期的调度的函数 时间复杂度 on n是就细队里里边的进程个数 因为 别的不用说嘛 因为有list to head a list for each list for each 这不是一个循环吗 这个是 这个是就细对立进程的一个循环 如果引起不好一点 选出来如果c等于0 选出来c等于0 还要重新计算 重新计算 那可是的所有进程 假设这个计算机系统里面 有2000个进程 假设有20个是就续进程 这个循环表示 20个进程要算一遍 下面 this schedule 这个可就表示2000个进程 要重新算一遍 我不管这么多 我就大概的说 就是 就细进程里面的进程数是n的话 它的计算复杂度是on 超出系统的一个调度算法 是on 听起来是能接受的 因此它这个版本的调度算法 也用了一段时间 用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接受 这是open source的软件 要每一个代码都要接受 所有人检验的 那全球的人都检验下来说 还可以就这么用了 但是还是有人不满意 说这个时间太长 比on时间短一点是多少 O1最好是O1 但我们在算法分析的时候 还有一个ond的就是logn 对吧 logn这个值要比on要短 好 logn 怎么去想logn 或者怎么去想O1 有人有想法了 我就把想法说一下 2.6以后实现的一个算法 你这个时间 无非是在选择进程优先级最高的 这个选择动作占去了循环时间 那我如果不选呢 我如果要用要用要做进程千万的时候 一次性民众不要选 所谓不要选意思就是你预先为我排好了 优先级高低排好了 你比如讲他的他的思路是他的算法是 你有有多少个优先级 假如说有零到255 我少说一点 他的原来他的那个优先级要大一点 比如说有零到255个优先级 我就看一个数组 数组的长度256 每一个优先级的进程都放到数组里面的其中一个单元 数组的元素 数组元素是指针了 比如说数组单元的零指针指向优先级是零的 那个就是对类 就是进程 数组位置在一的 指向优先级是一的 那个就是对类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数组存在了 那么我开始要去挑优先级高的进程的时候 我只要去判断一下 先去判断255这个指针是不是空 再去判断254这个指针是不是空 再判断253 如果看到了不空 我就直接从电表头里面去再一个过来不就行了吗 255没空 我从255的电表头里面去栽一个进程 就去进程过来 直接运算 不就不用挑选了吗 我刚才讲到了说255有空可以做 如果没空 还要就找254 这也是一个选择过程 就变成是有限级的一个选择过程了 我还可以继续改 我搞一个位图 我搞一个贝特曼 我搞个贝特曼 这个贝特曼 一个字节 就可以代表我的0123456789到255的对列里面 第一个非空的对列在哪里 我用别的Map一个字节就可以表示 那么我判我去要去找就续进程的时候 我先看别的Map看到了哪一个对列是没空的 有限是最高而且没空 好 我直奔那个对列 去栽出一个来 所以它的计算复杂度是OE 那我没循环啊 我没做任何循环 我选取的时候没做任何的循环 不就OK了吗 你就去对列里面的所有的进程 全部排到这样的一个宿主 宿主对列里面去 那我们不是学过多种对列吗 Multi Level吗 现在好 我搞255个Level的对列 总可以吧 有没有漏洞 没有漏洞 没有漏洞我就这么用啊 OE啊 但是刚才说的那个事情还不够完备 不够完整 就是当你就是对列里面的所有的就 就去进程全部都执行完了以后 你去哪里是空的 那后续的进程 在其他等待对列的进程 他会陆续陆续加到就去对列里面去啊 加的时候加到哪里呢 加的动作也要做 但是加的动作 我因为我优先级知道的呀 这个进程的优先级知道的呀 所以我根据根据优先级 可以直接找到宿主 0到255的单元的那个宿主里面的 中间一个下标 某个下标 根据优先级找下标 根据下标找到那个链标 然后我把我自己的进程挂到这个链的末尾 挂接到这个链的末尾 挂链标动作不用从头到尾 少的呀 我可以直接去挂挂到挂到末尾的 所以这个挂的动作也是OE的 好 挂也是OE 取也是OE 整个算法就是OE 整个算法就是OE 那2.6的版本里面的 宿主调动作用法就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它增加了一个考虑 它搞了两个对立 一个叫Active的对立 那还有一个就是非Active的对立 你要你的等待对立里面进程 回来以后加到就绪对立的时候 不是直接加到Active对立里面去 是加到另外一个对立 根据它的优先级加到另外一个对立 而Active对立呢 只是给取的时候用 那你一直到取光为止 一旦取光了 它这两个对立换一个个 本来不是Active的就变成Active 本来是Active的变成不是Active 好 那个不是Active的对立里面 已经有很多进程等在那里了 那我再去执行那个进程 它用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保证的就是 已经站在那前面等的那进程 首先得到服务了 服务光了以后才会去管货民社 这个就是跟所谓的那个 优先级的等待算法 意思有点违背的 就是后来进来的进程 就算你优先级再高 你也进不了 这个意思有点违背 但是它现在 它的2.6的版本里面算法 也就是这样子 现在的版本 又改了 对这个算法也不满意 现在的版本改的是不满意在 你这样搞 进程得到CPU的时间 是不公平 就是考虑到你的优先级的情况 它的时间也是不公平的 你比如讲某一个人创建了很多进程 这个进程数都很可能 它得到的CPU时间就多 完成同一项任务 但是它创建了很多进程 创建了很多县程吧 创建了很多县程 如果我们是一种选举的办法 民主选举的办法 一票一选 一人一票 一票一选 那某一个人 他用什么手段 买通了很多的选民 他选民数就多 然后他得到的选票就多 那么他得到的实惠就多 他被选上的机会就多 如果这样干呢 所以这是不公平的 那后来的算法呢 在改善公平性上面 做改进 虽然他在时间响应上面呢 有些提高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公平性上面 做些改进 所以这种调度算法 它是可以不断不断地改 这个调度 这种调度算法 也没有什么经典的算法可言 就是完全根据你的需要 去设计 它的核心的目的 还是要回到原理上来讲 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 当CPU需要给人家进行执行的时候 schedule 负责从就许队里面挑出一个进程 服务 schedata的时候 追求的指标最大 最小 最优 追求的指标最优 核心的目的还是这个 实现的策略 随便你怎么做都行 哪个好就哪 就哪个 就按那个做 就行了 好 CPU调度 CPU调度这个单元 结束 完全结束 感谢大家